現在比較好奇的是 你看船上這個 貝殼捕魚法 哇 這些真的都是貝殼耶 應該都是海裡面撿來的 那現在 等一下你們要怎麼做呢 等一下我們要把貝殼層 放進水裡 然後要拉到對面去 來把魚圍起來 用貝殼 就可以把魚圍起來嗎 這個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現在等一下 是要往那個方向拉過去嗎 嗯 去吧 OK 開始 開始 就一直往那個方向拉過去就對了 對... 真的有聲音嗎 是 完全沒聽到聲音喔 這種貝殼捕魚法還真有趣耶 竟然是利用貝殼拖行時 敲打溪底石頭發出的聲響 讓魚驚嚇 趕進剛剛架設好的網子裡 但這種方法能抓得到魚嗎 我實在很懷疑耶 誰叫 在我身後這一條就是號稱 全日本最乾淨的一級河川 四萬石川 我們要找的紅寶石魚 就在這條河川裡面 那既然已經來到這邊了 當然就是要找當地人問 才是最清楚的 找當地人 那邊有一群人在河岸邊 跪跪跪跪跪 不知道在幹嘛 去問他們就知道 走 你好 你好 請問一下你們現在在幹嘛 貝殼釣 貝殼釣 那你有聽過這個紅寶石魚嗎 有聽過好不好 不管 反正牠要出去捕魚 然後牠有聽過紅寶石魚 牠是當地人 那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嗎 好 好 好 OK OK 好不好 好 個人去看就知道 來到高知不能不提四萬石川 因為它的河流不湍急 上游又沒有興建水壩 水質清澈見底 因此有日本最後清流的美稱 數一數二的水質 有150多種魚類棲息在這兒 堪測日本第一 還因此被稱為生命的寶庫 據說神之魚紅寶石 就是生活在這樣清澈無汙染的環境 看伯伯好像很急著 要帶我去犀利捕魚的樣子 我清花窗換好 還是趕緊跟牠走去吧 好 我們現在要跟著伯伯 一起去河裡面捕魚好不好 超清澈的四萬石川 好 我們現在去 往河中間走耶 要走到哪裡啊 到河的正中央 到河的正中央 它不是很深嗎 可是牠這個網子很長耶 從船頭到船尾 超長的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這個 要放置漁網的地方了 來 現在要看一下 接下來怎麼做 好 謝謝 謝謝 說謝謝 麻煩你 現在我們要怎麼做 好... 這邊要把架子撐開來 不要把架子撐開來 好... 好...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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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喔 而且完全無法控制牠 就這樣子嗎 好大喔 它扇形耶 它呈現扇形開啟有沒有 它現在不知道要放到多深的地方 好 下啦 OK... 現在有沒有看到 它這樣整個扇形撐開以後 它在那邊用鐵錘 好像是一直把它固定 它這個是鋼筋耶 有沒有看到 敲到鐵圈裡面 然後... 對 對 好... OK... OK... 好... 騙人 還說OK 騙人 這群漁師也太可愛了吧 捕魚好像在玩一樣 把鐵釘釘好以後 船要開到50公尺以外的地方 伯伯又爆衝的要我上船 跟他趕去下個點 但他剛才說這是貝殼漁法 那貝殼在哪裡咧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 它上游50公尺的地方了 有沒有看到那邊有停一艘船 旁邊是說我們剛才 把那個網拉開的地方 現在比較好奇的是 你看船上這個 貝殼捕魚法 這些真的都是貝殼耶 應該都是海裡面撿來的 那現在等一下你們要怎麼做呢 等一下你們要把貝殼繩 放進水裡 然後要拉到對面去來圍 把魚圍起來 用貝殼就可以把魚圍起來嗎 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 沒關係 我們先把它放下去好了 先把它放下去 然後看看怎麼圍 OK 開始 OK 開始 它其實現在一直 就是把它一整條拉開 然後船已經到很後面去了 幾乎全部都已經拉開了 可是我還是不太懂耶 怎麼樣才能捕到魚 因為沸騰了它 碰到河裡的時候的時候 然後他說嘎嘎嘎的聲音 那小刀他會被這個聲音想嚇到 那就會順著 漁夫想要的方向就是捕到 原來是這樣子喔 然後我想說 不然我想說為什麼 貝殼可以捕得到魚 所以我們現在等一下是要 往那個方向拉過去嗎 來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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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往那個方向拉過去 就對了 真的有聲音嗎 完全沒聽到聲音喔 這種貝殼捕魚法還真有趣耶 竟然是利用貝殼拖行石 敲打溪底石頭發出的聲響 讓魚驚嚇 趕進剛剛架設好的網子裡 但這種方法能抓得到魚嗎 我實在很懷疑耶 現在喔 它現在慢慢把網子收起來了 慢慢把網子收上來 這樣子還滿累的 有耶 真的有耶 真的有耶 補到了一條 我們大概花了快半個小時吧 然後放網子 然後繞了一圈 然後咕咕咕咕拉拉回來 我們捕到了魚 差點拉到跑走 捕到了一條魚 所以我真的是很辛苦的捕魚法 這樣子用貝殼捕魚 已經多少年了 大概是從日本的大正式 在開始起碼100年以上日子 很有歷史的捕魚法耶 這個叫狗里的小河魚 真的滿小的耶 有 我們這樣子半個小時 總共捕到了一二三四五六 七條魚 七條魚 那一般你們捕到這個魚 是賣掉還是吃 今天只是示範給大家看 其實因為這個魚法太累了 平常已經沒有什麼在做了 今天捕到的魚 會等一下放生我可以喝 來 請你把它放回來 我先放 我就說嘛 要是現在還用這種貝殼魚法捕魚的話 也太不符合經濟效益了吧 而且伯伯說我們要找的 紅寶石魚體型比較大 用這種魚法是捕不到底 沒關係 先休息一下 常常四萬十川的河仙 再繼續尋找帶來 無敵好運的紅寶石魚吧 現在桌上擺滿的 都是四萬十川裡面的產物 好不好 非常新鮮的河仙 來 先看一下前面的小菜 這個應該是就是西蝦啦 新鮮 這個像這樣看起來很像核胎 你咬下去那個海苔的味道 核胎的味道 非常的濃 非常的香 接下來這個重點啦 我們貝殼捕魚法捕到的這個小魚 高麗 好香喔 好新鮮喔 好吃好吃 接下來這一碗 好漂亮 你有沒有看到 放的滿滿的都是像這樣的小魚 但它做法不一樣 它是做成青子凍的樣子 它這應該也是先炸過 再放到青子凍裡面這樣煮 你咬到後面 跟飯整個混合在一起後 它那個魚肉的味道慢慢跑出來 好好吃喔 好甜喔 好吃 吃過凍飯才發現 原來河裡的小魚也能這麼美味 來到四萬十川 沒嘗嘗清流裡的河仙 你真的會後悔 吃飽喝足我們也跟餐廳老闆打聽了 有另一種捕魚法 可能會捕到紅寶石魚喔 他也替我們聯絡好魚師 有在地人的幫忙 相信我們這次應該可以 很幸運抓到他 現在這個來砍這個 砍這個 砍這個 今天我們要做的速度是幹嘛 就是砍上這種竹子 砍下來之後 我們要把它放在水裡 這種魚法真的滿特別的耶 它是用砍這樣子竹子 有沒有 這個竹子這麼多有什麼差別嗎 還是全部都可以砍 我們現在要砍大的有枝葉的 所以魚才會就是被夾在裡面 到裡面釣掉下來 它就要砍這種有枝葉的 不要那種太光凸凸的 有沒有像這種 這個 然後砍這種有枝葉的 然後等一下再捕魚的時候 會比較好捕 這種捕魚法是只有在四萬十川 這邊才有嗎 還是日本到處都會有 這是一個非常傳統的預算 所以大概只有四萬十川這邊 才就是保留到現在 真的啊 保留到現在 所以這種捕魚法多少錢 這一種 我覺得什麼意思 竟然這麼古老 還站在這邊才有 連他都不知道耶 OK... 多謝... 在四萬十川仰賴捕魚為生的 魚絲數量很多 其中幾個傳統捕魚技巧 幾乎接近失傳 只有極少數的魚絲才會使用 包括剛剛的貝殼魚法 或是這種樹枝捕魚法 一個比一個還要特別 魚絲說一捆至少需要 10到20隻樹枝才夠 把茂密的樹枝放中間 比較稀疏的樹枝放在外圍 用繩子綁起來 就大功告成啦 這麼一大捆樹枝怎麼捕魚 相信你跟我一樣好奇吧 剛好於是前幾天 有放好的陷阱 來去搜搜看扁枝分曉啊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我看到它這邊有一顆 應該算是它標誌啦 然後把那個繩子放在盒面這樣 好多 你會看到它這邊 有這個繩子 下面 它就這樣一條 一排啦 然後一個一個 一段距離它就放了 好像放了一把 那這樣子一般你們這個放下去 要放多少天 3天到4天左右 我有一條放1天就好了 3 4天啊 拉起來 好重喔 看到了... 好大喔 光看這個蜘蛛就比 剛剛那個豬好多 好重喔 它這個... 它現在在搖 它現在這樣搖是什麼意思 因為它裡面其實 本來已經卡了很多小魚 所以它現在要把那些捕到的東西 釣到...放到網裡面 把它搖到這個裡面就對了 對 它這樣就好了 有... 我看到 這邊 好小一隻喔 它這應該小得賣魚對不對 對 只有這樣子 這邊還有一隻更小的 好了 它有一隻超小的 3 4天就只有捕到這樣子啊 沒有 對 因為天氣狀況的感覺 會不會更暖 要再更溫暖的時候 魚肉量就會多 看來這種樹枝捕魚法捕到的 也都是小型的和仙耶 因為小魚小蝦 喜歡躲在一些細鳳裡生活 所以魚師就利用這種習性 製作樹枝讓魚蝦躲藏 抓到的魚貨最有經濟價值的 就是小鰻魚啦 至於小尾的紅寶石魚 在11月才可能會捕捉到 連捕了兩次魚 還是沒找到可以帶來好運 賺大錢的紅寶石魚 難道我們這次的運氣 真的那麼倍嗎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送好禮活動喔 還有這一陣子